友善动物台北更好 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召开友善动物台北更好政策发布会 表示未来将从动物福利、动物保护以及动物教育三个层面推行动保政策 包括建立动物友善医疗体制、打造动物友善环境、建构宠物友善交通 提升动物收容品质等八项具体作为 我也提出三个层面对于未来动物保护如何在台北市落实 福利、保护和教育 所以接下来会一一的做一些详细的说明 简单的跟大家谈我们在福利层面 我们会建立动物友善医疗体制 打造动物友善环境、宠物友善交通 动物保护我们提升动物收容品质 成立非犬猫案件调查组 推广友善续情水产品 第三、教育 校园推广神明教育 建构领养教育制度 关于动物福利的部分 我们希望未来市府可以跟民间业者积极合作 推广定型化宠物医疗保险契约 减轻四肢跟毛小孩的医疗费用负担 因为其实在台北市有很多 是因为当我们饲养宠物的时候 有些朋友他们在饲养间的过程 非常开心跟宠物之间的互动 但是当他一生病或是接下来不定时生病 很多的医疗负担造成他们的压力 然后产生气氧 所以为了我们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以及我们希望更加的扩展 现行我们在进行的宠物保险制度 我们要推定型化宠物医疗保险契约 所以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会努力的目标 第二 打造动物友善环境 我们希望在内湖流浪动物之家 尽速动工 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规划也确定了 就是我们地上盖四层 不再往下望 希望加速这个整个工程的施工 那打造以动物为本的动物之家 除了提供友善流浪动物空间 更重要的 我们希望未来 当我们新的动物之家建好以后 可以纳入更多的生命体验教育等等 让孩子都能体验生命教育的课程 其实这边有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台北市目前共有17座 我知道到年底可能就有19座 狗公园跟狗活动区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打造多元狗公园 宠物友善交通 我们希望能够在既有的基础之上 强化宠物友善公车 先从周末优化公车路线开始 再慢慢地推广到平日 带动四主级宠物 友善旅游与运动风气 第二个 我们可以开始试办 捷运宠物车厢 仿照日本的新干线 固定时段 非尖锋时段 试办捷运宠物的车厢 我们可能规划 某一个专用车厢 利用周末 或是非尖锋时段 让宠物及四主 能够共同享受 愉快搭车的旅程 第二个层面 刚刚谈到的是动物福利 动物保护 其实非常重要 其实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临扑杀政策之后 其实相关的配套并不足够 收容所空间亮起红灯 所以这边这个数据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其他县市 包括新北的五谷 巴里三只 台中的动物之家 南屯园区 或是厚里的园区 其实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 流融最大值 跟目前在仰树 台北市是 目前流融 收容量大概450只 但我们在仰树 已经705只 所以这个是已经 造成空间完全不足 但我们已经 还是在收容 这样这么多的流浪动物 未来我们的动物之家 不只是收容 领养 还可以纳入更多 包括生命教育 等等相关的课程 然后呢 对于动物提供相关的医疗 还有包括行为矫正等等训练 都纳入在未来 我们友善动物 收容作为指引 第二 关于动物保护 未来希望能够成立 非犬猫案件 调查小组 其实大家不管是看新闻 或是比较熟悉的 都是对于犬猫的虐待案件 或是判断会比较容易 但是大家不要忽略了 很多非犬猫的动物 其实也常常受到虐待 第三 推广友善续情水产品 其实现在台北 我们是要跟国际接轨 也应该是要引领台湾食物系统 环境友善 消费者友善 动物友善的模范 作为市长 我更要让市民 吃得安心与心安 第三个层面 也是最后一个层面 动物教育 我们希望校园推广生命教育 不管是涵盖动宝教育 食农教育 生命教育 动物福利教育等等 我们培养师生 对于动物的同理心 能够对于动物福利 五大需求领域 五大自由 有充分的认识 另外很重要一点 我们希望 为了台北市政府动宝处 的动宝网站上面 可以增设小动物友善飼养指南 也就是说现在 我们希望的 不只是对于犬猫 大家所熟悉的动物 其实现在 还有很多的市民朋友 他们饲养各种小动物 不管是兔子 仓鼠等等 当然现在 我们动宝网站有类 针对这些小动物 提供相关的饲养教育 他们的饲养方式的指南 但我们希望能够扩大 因为现在真的饲养的 小动物非常非常多 我们希望把正确的观念跟知识 很清楚地传达给我们市民朋友 减少不当饲养 及弃养的问题 建构领养教育制度 其实这就是连接前面我们谈到的 不管是动物福利 动物保护 加速我们动物之家的建构 打造台北成为友善动物城市 我们一起努力 现场民间动保团体也提供建议 并肯定蒋湾提出的动保政策 动保团体一直很期待 政治人物能够跟动保来对话 因为动物是不会讲话的 他们也是一个弱势 很高兴我们的蒋湾湾候选人 在几个月前就开始有跟我们动保团体来沟通 所以其实今天这些政策里面 都有纳入一些我们动保团体 长期一直来想做的 希望来做的 当然我们台北市的动保资源 相对全国其他县市是最高的 这都是倍数的 但是我们认为资源可以用在更有效的地方 可以更好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宠物公园 我们台湾现在六都就有60座宠物公园 那全国加起来是71座 那台北市现在是跟桃园 是每一区都有一座狗公园 或狗活动区 但是这些狗活动区都是设在 比如说河滨 或者是树木很少的地方 所以它的使用率就会偏低 所以我觉得我们候选人提出 把它社区化是一个非常好 那我觉得目前应该是 我们候选人是最先 很正式的来提出这个动保政策 那我们也非常的肯定它 希望它能够当选之后 能够为我们台北市的动物谋鼓励 蒋湾也强调会参考新北与台中的做法 在台北市动物之家规划体验室生命教育区 提升四组的责任教育 从源头管理流浪动物弃养问题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